我们讲这个乾隆皇帝长寿美食啊 威友们特别活跃 现在就有一位这个叫年华的威友 他就问了 他说这个今天讲这个八真糕啊 好像就是特地为我们观众朋友去准备的 然后他说我小孙子呀 这个最近就感觉胀气 然后还有点积食 去医院看了大夫呢 说是这个脾胃虚弱 然后他就想为这个小孙子也做这个八真糕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在这我要跟这位叫年华的威友说一下啊 我们这道八真糕老少皆宜 而且今天我也说了 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 那由于您呢是要想做给小孙子吃 那我就在乾隆皇帝的南版八真糕的基础上 给您做一下更改 您可以把白匾豆换成杏仁 八真糕呢 它是一个阴阳双调的方子 对于调理小孩子的脾胃虚弱 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呢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 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我这次给您的是加味八真糕 去掉白匾豆 用杏仁50克来替代 因为杏仁呢 它有开肺气通大肠的作用 同时呢还用了生山楂和炒麦芽 这样呢可以帮助消化以及基石 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八真糕呢 杏仁味啊挺足的 吃上去那个口感是懦中 带着骨韧劲 带嚼满嘴的那个杏仁香 我想这小孩子应该是特别的爱吃 这个《黄帝内经》里啊有那么说法 什么呢就是人呢 脾气不通 则酒窍不通 对 这小孩呢就是纯阳之体嘛 说肝肠有余 脾肠不足 小孩有费 你在脾上下功夫 没错 而且这个方子好吃 刚才叫什么年华 对 他这小孩基石就吃这个 几天就健好 而且一直吃 小孩口还壮 能吃而且排便还好 你们没带过孩子 你们不知道我刚才说这几条 对于老人来讲多重要 是 按这方法走 没错 对 刚刚呢阮老师就根据不同的情况 给我们刚才那位唯友 就做了一个定向的调整 如果您也想知道属于您自己的八真糕 您也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栏目微信 关注我们的电子菜单 我们会把完整的食材搭配 以及烹饪方式 第一时间发给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也有属于自己的一道养生菜 您也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发给我们 我们将会为您归纳到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